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柴油机和汽油机都是会造成一样的污染的 而国内不大量推广的原因是为了限制柴油机的数量 国内柴油机使用最多的应该是农村 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 现在科技有了发展 很多农业都机械化了 不说其他的柴油机 就说拖拉机和三轮车在农村是比较常见的 基本上每家都会至少有一台 农忙的时候这些柴油机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动力强 柴油也便宜 是农业很好的帮手 除了在农村比较多 作为运输工具的卡车也是柴油车 平时大家应该看得到 卡车拉货的时候货物重量是比较重的 可以说高达几十吨 很多时候还要运输很长的路程 在南北陆域上 卡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使用柴油机 普通的汽油根本就不能给到它足够的动力 是不能够运输的 除了这些 柴油机在客运方面也是需要的 可能大家平时不太注意 现在的话一些公交车就已经被新能源替代了 作为城市内载客 动力是足够的 可是长途跋涉的大巴车用新能源技术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长的续航里程 所以说 长途大巴车使用的是柴油机 而军事方面的一些特种车或者船板也是需要用柴油机的 因此 柴油在国内依旧是不可短缺的 甚至还要一直提供足够的量 所以柴油机需要限制数量